当日本的核污水排入了太平洋之后 会随着暖流来到了北美大陆 这个时候暖流它会分流 一部分的海水它会随着暖流北上 会受到污染的有加拿大 美国的阿拉斯加 还有俄国的千岛群岛等 而另外一部分的核污水 只是会随着寒流沿着陆地一路的南下 流经美国的西海岸 到了第二阶段寒流在流向赤道的过程中 会转向西方变为北赤道暖流 会先流到夏威夷群岛 再一路向西流到了菲律宾群岛 这个时候受到了地形的影响 在一分为二 一部分是向北形成了日本暖流 一部分向南形成逆流